到看见新华社与各大官媒 对王一博一天一条的表扬与发声 才明白白玉兰这次真的丢脸丢到家了 今年7月份真的是好事多多呀 在建党节当天央视新闻公众号 只提到了追风者这一革命历史题材的证据 并且文稿中还多处用到了魏若来讲的经典台词 不仅充分肯定了魏若来这一核心人物 还表达了对王一博的在意 前脚央视新闻刚夸完 后脚新华社大佬就跟上了步伐 在7月3号这一天 追随一年一度的毕业季 一起看国产影视剧中的竹梦青春 而这90秒的短视频中 第一位提到的就是追风者魏若来 足以见得今年的魏若来真的红透了半边天 众所周知 新华社夸赞王一博早已不是一次两次 无论宣传各地风景还是重要节假日 首先选择的就是用王一博的歌声 来给大众送去祝福 而央视的带头也让各地闻礼 开始抓住王一博这位流量秘密 从刚开始用魏若来讲的台词 中国有句古话 成长风破万里浪 你们所看到的贫瘠土地 只要给予时间和耐心 一定会长成足以支撑世界的经济良田 到现在由王一博演唱的 万物可爱和旁观者 十条视频中刷到有八条都是王一博的声音 这样的正能量艺人早已无需用奖杯来证明 大众的心声早就给出了答案 据猫眼聚集角色热度上半年榜统计 王一博在追风者中饰演的魏若来 成为今年上半年热度榜牌名段层低 也是唯一一部用证据打败古偶现偶 突破历史新高的角色 并且也是酷云有史以来热度最高角色 可见王一博未若来这次势不可挡 虽然白玉兰这次因为发大水 实在看不清到底谁才是主流人物 不过王一博未若来的优秀 早已深深刻在每个人的心中 能将偶像力量转化为社会正能量的艺人 王一博能被央妈多次点赞 真不是没有道理的